以目前的平均寿命约80岁而言 一般人在退休后到了生命终了时 大约有20余年可以自由支配 这个时候 我们卸下了对社会的责任和家庭的重担 剩下的就是完全的自我了 可以决定为自己最后一阶段的生命 绘制怎样缤纷的色彩 这是一段可以为自己而活着的岁月 你是主人 你决定怎么过 一个台湾人分别在日本和美国的养老院做义工 以下是他的观察和感悟 值得所有人深思 为什么美国老人不靠子女 晚年也不会凄粮退休 一定看看 当生命还有自己做主时 真是岁月如梭 好像刚刚过了一个花甲 眼看就要奔七了 都说我们是比较特殊的一代 传统教育的熏陶 使得我们尽心尽力地孝敬父母长辈 独生子女的现实是 当我们需要被人照顾时 忙于事业和生活的孩子 却无暇顾及 这就是我们正在面临的现实 自我感觉很重要 与美国相比 日本的养老院配置照顾老人的服务比例较高 照护服务也比较细腻 站在旁观者的角色 直觉 老人生活在日本 可以得到服务比美国好 然而 美国老人显然比日本老人快乐 而且乐观独立 懂得享受生活 好比说问美国老人平时都做些什么 他们多半回答自己很忙 而日本老人则会说自己很无聊 也许 浩强的每个人说自己很好 其实一点也不好 但是给人感觉良好 也有助于说服自己 真的感觉良好到 也不失为好的心理建设 观察每日两地兰州的房间不难发现 美国老人已住进养老院 不过像换了一个住所照样过日子 一副放心过正常生活的模样 所以 房间摆设很像有个家 有点凌乱 但有生活的感觉 而日本的养老院 老人给人的感觉 似乎在住进旅馆 像非常时期 而不是日常生活 比较干净 而显得拘谨 心情上 因不觉是长久居住之地 也看不出房间主人的个性 二人到熟灵 更要衣着光鲜 从外观及穿衣来看 每日的老人差异最大 我以为这也代表着生活的心情 并不是说因为上了年纪 或是生了病 就得放弃原来的一切 第一次进美国养老院 我就注意到 养老院的美容沙龙 都是在交易厅的最显眼处 不论年纪 美国人注重门面的程度 可见一斑 美容沙龙采取预约制 一个接一个地躺在病床上的老太太 照样吹头发 吹整得利落大方 这在日本养老院是很少见的 在我待过的日本养老院 如有老人家预约美容美发 则会有专人来讲 大致是剪成学生头模样 更不要说吹头发了 美国养老院的活动组 不止照顾发型 还有专人免费为老人擦指甲油 让老太太们很开心 日本则只有带剪指甲的服务 不只是在定期吹整头发 穿着对比 想象中更加讲究 如同在电影画面上看到的 美国老人的穿着 用色非常亮眼 大红大绿 鲜嫩 鹅黄或纯白的长裤 或者外套都是日常穿的 而且一定擦口红 显得很有精神 看的人也觉得很舒服 像玛丽老太太 天天穿着鲜亮的衣服 坐在轮椅上到处聊天 90岁的她 一定化妆 项链耳环一样不能少 她说 打扮得漂漂亮亮 心情好 日本老太太的 相对适不适到不行 也许是文化差异 色调完全不同 不是咖啡色系 就是土黄色 连掠尸薄粉都不愿意 更别提戴首饰或擦口红了 难免给人感觉 真的在养老 而不是在享受老年生活 刚到美国的养老院时 总觉得和美国人聊天 一点不觉得他们是老人 后来才发现 原来是在日本养老院时看到的 老先生老太太们 几乎都是无牙 或者是只剩几颗的牙齿 多少显得苍老许多 只是在吃饭时 有的会带着假牙 但不合嘴地在口中乱动 随时伴奏的假牙也不少 但在美国 老人们的牙齿相对漂亮 而河水美国到60岁 做牙齿矫正的人大有人在 因为有一口好牙 美国老人不需要吃所谓的软食 他们照样吃火腿或者汉堡 而且牙齿好 有助于营养吸收而更健康 所以 美国老人到90多岁 人高壮 有百多公斤的不少 皮肤仍有光泽 及弹性的人更不少 相对在日本看到的老人 不少老太太都只有二三十多斤 普遍轻瘦 或像风干橘子皮般 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虽然长寿 但健康品质不一定很好 三 肯定自我价值不期待 子女像羊 在心情上同样是老人 美国老人 普遍肯定自我价值 而不会自怨自爱的 说自己老了没有用了 更不会有想死的念头 在日本的养老院 常听到说话太老 太麻烦 家族的老人相对不少 也常将死挂在嘴边 而根据工作人员的说法 常提及想死的念头 其实是希望引起关注 关心的说法 另外 在对子女的期待上 东西方的做法的确不同 美国人豁达许多 美国人将养小孩 当成义务和责任 照顾到自己的老 是自己的责任 有不少老人告诉我 早把房子都卖掉了 安心住进养老院 又有节日时 子女会来养老院 邀请长者 到家做客两到三天 后来个家庭聚餐 也比较不会由子女照顾 中老的心理需求 无所求 没有期盼 也不会有抱怨 所以提到子女时 大半是正面的声音 正因为美国老人 对子女的奉养心态 是零 没有期待 所以每当小孩或孙子 到养老院来探视时 对老人而言都是加分 显得非常开心 亲子相处的品质 反而很好 反观在日本的养老院 定期来探视 是子女应该做的事 一周没有来 就会被扣分 日本老人常会说 媳妇一个星期没来了 女儿说今天要来 但是还没有来 因为期待 反而有失落感 如果临时有事不能来 老人反而出现负面情绪 及说法 这也许是东方人 受传统观念束缚的结果 美国老人相对独立而坚强 过日子是自己的事 而不是寄托在子女们的关心与否 而决定快不快乐 和日本老人真的不一样 东西方的文化传统 有很大不同 表现在如何安度晚年方面 竟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古罗马哲学家 西塞罗在论老年中说 老年人不仅要保重身体 还应该注重理智 与心理的健康 因此 老年也得不断学习 一个总是在这些学习和工作中 讨生活的人 是不会察觉自己老之将至的 这与孔子所云 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 是一个道理 人这一辈子 生和死都是被动的 甚至无法选择 所谓来如流水 去如云 我们能够掌控的 只有自己的心情 我们这一代人 在特殊的人生经历中 尝遍酸甜苦辣 如今终于卸下了身上的重担 一个新的起点开始了 多做减法 是有益的 用减法来过后半生 清理周边的物理空间 把留之无用 弃之可惜的物品 送给有用之人 清理内心抛弃烦恼 和负面情绪 放下对事业的追求 放弃心中的挂念 谢谢对人的恩怨 轻松地面对人生 当生命还有自己做主时 我们目前正在处于这个阶段 要为自己而活着 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就像秋日天高 云淡清风送爽 重新发现人生的趣味和意义 以前因忙碌的生活 而忽略了许多东西 此时尽量找回来吧 善待身边的人和事 多一些随和 多一些理解 多一些宽容 乐观开朗 心地善良 经营好自己的丰富多彩 舒心安逸的晚年生活 让我们像美国老人那样 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为拥有一个丰富精神世界 和果实累累的老年生活努力 当我们微笑着离开这个世界 心灵归于捷径 不留遗憾 不留遗憾